现在伤口还疼呢 就是保洁方面也没怎么样 也没这样多大效果 过了一段时间吧 就是男性这方面直接不行了 为追求完美 男子到医院给丁丁做整形 本想搞得又长又大 一阵雄风 没成想 竟然不行了 眼前这位勇敢的市民是张先生 身体背儿棒 吃麻麻香 唯一的缺点就是 下面不够完美 我想要更好的那个理想嘛 就是更好的那种角度嘛 高度 角度倾斜向下 高度无险可能 为了达到理想的目标 变得更好更强 张先生在网上一番寻找 发现了一家专业医院 据说看南科嘎嘎好 大夫一气 全是从新加坡公运过来的 手术费不要几万 不要几千 只有七百 钱不多 效果不错 谁看了 谁心动 我就怀疾后 接近去上了手术台 就给我剁了 哦 剁了 做完检查 张医生上了手术台 前脚刚打完麻药 医生后脚开始介绍套餐 有八千多的 五千多的 还有三千多的 你想做哪种 好家伙 感情七百块是麻药钱 一想到手术后 就可以达到理想效果 张先生没有在意 毫不犹豫的 选择了三千六百八那款 你放心就是啊 给你做了 对多六千就好 一波拔苗助长 男人心满意足 回家等着伤口痊愈 看效果 结果 剁了六天后 伤口还是隐隐作痛 软啪啪的 支扔的微乎其微 去医院检查后拿了药 又过了几天 效果还是不明显 张先生实在是等得不耐烦 心急火燎 找到医院院长 要求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 手术费全额退还 张先生决定忘掉一切 重新开始 结果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过了一段时间 身体每况愈下 最后竟直接不行了 他感觉这哥们声音都不对劲了 本想一阵雄风 起料 烟旗息鼓 沉重打击 我要这铁棒 有何用 为了讨个说法 张先生多策联系医院 刚开始院长说见效慢 让他再等等 后来干脆不承认 让他到医院做鉴定 如果证明是我们给你做坏的 那就赔给你 在记者的陪同下 男人再次来到医院 工作人员大老远 看见他扭头就跑 张先生眼急脚快 将两名工作人员 堵在了办公室 面对大家的询问 工作人员称 正在联系院长 那个做手术的医生 已经被辞退了 之后院长迟迟没有出现 就在大家等待时 一名神秘男子 突然出现 自称了解内幕 话音刚落 几人就被保安驱逐了出去 只能等待后续调节 张先生追求完美 整形失败 下面这位更惨 午睡翻了个身 一不小心 叮叮 竟然骨折了 东莞 医院 泌尿科 这天 35岁的高先生 脸色发青 直冒冷汗 捂着下半身 极其痛苦地 走进医院 一不检查 医生惊呆了 那么第一次研究诊断 是海绵体的一个断裂 它这边的 海绵体的血 会溢出来 溢出来形成 一个巨大的血种 青紫色的这种血 皮下的淤血 外观上来看 就像紫茄子一样 是很痛的 你有脏你有痛的 啊 茄子 用通俗的话来说 就是 叮叮 骨折了 据高先生所说 当天午睡时 身体起了正常的生理反应 后来一个翻身 一个不小心 咔嚓一声 痛不欲生 本因为休息会就好了 结果上厕所时 发现叮叮竟然歪了 越来越疼 肿得跟紫茄子一样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手术 医生成功修复 住院治疗 逐步恢复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整形 骨折 其实只是疼痛的一小步 下面几位更狠 看不惯 直接嘎了 前有 北宫大学生 因性欲太强 影响学习考研 可卫生间里 挥刀子宫 后有36岁阿勇 酒后 自断命根 用刀具 分两次嘎断 只因妻子 连生俩闺女 我没儿子 要的东西 也没用 当晚喝了不少酒的他 又听到有人跟他开玩笑 这一怒之下呀 就挥刀自残了 经过手术 两人的命根子 重新接了上去 胡先生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睡了朋友妻 赔了命根子 一刀下去 只剩下一毫米 胡先生三十多岁 广东赵庆人 十几年前 和妻子来到深圳杀井打工 一年前 老乡吴某和妻子阿柳 也来此发展 两人恰巧就住在 胡先生家附近 经常串门唠唠嗑 走得越来越近 这天 阿柳家的灯坏了 刚好 丈夫不在家 便喊来了胡先生来搞 他就用手搞 我上面 我说 这样不行 大家是有家庭的人 你这样搞 有谁 因此的 他说没事的 就是我这样的 要帮我脱库鸡 就有了第一期了 叫你搞灯泡 你搞他 在阿柳的言语勾引 和知己挑逗之下 老胡被迫脱掉库鸡 来了波无鸡之谈 之后 阿柳又以修自行车为由 再次脱库鸡 就这样 两人的不正当关系 持续了近一年 直到案发前一个月 才被吴某撞破 从那以后 吴某夫妇多次打电话要钱 要不到就找人进行殴打 威胁 要不然我死 要不然就是你死 要不然我就把你们全宰了 呀 咋有点像仙人跳呢 据胡先生所说 10月19号 吴某要夫妻俩一起上门赔偿道歉 当晚 他带着孩子一起前往 打算彻底了断 见夫妻俩只来了一个 吴某很是生气 感觉完全没有诚意 为了表示自己的友好 老胡没有挣扎 同意捆绑 付金请罪 进行道歉 我做都做了 随你怎么样 要打烊吗 都可以 本以为顶多挨一顿揍 没人想 情绪激动的吴某 竟拿起快乐盘刀片 收起刀落快准狠 直接没收作案工具 当邻居赶到现场时 胡先生早已人根分离 被进及送往医院 经过治疗 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他的命根子被严重割伤 部分皮肤坏死 今后能否痊愈 是个问题 案发一个多小时后 嫌犯吴某到派出所自首 据他的手术呢 是隔到根部 差不多靠近根部的那位置 结果明显 过程未知 老胡称双方 你情我怨 自己无辜被害 但对此 阿柳全盘否认 称自己第一次 是被人打晕 霸王硬上弓的 一觉醒来 就发现自己 光溜溜的躺在床上 之后见自己 没有报警 也没有告诉丈夫 对方就肆无忌惮 言语威胁 强行发生了第二次 是强奸还是自愿 他说强奸我的 他就把我打晕了 我醒过来 就没看到他人在 我的衣服 天头光了 总是我不知道 曾经有发生过 他不在了 我报警也没用的 我只想 小小子说 如果你不开门 会告诉你老公 后来我又 又把那个门开了 后来他一直 要 你家是腰宝 老胡的妻子 一听坐不住了 连忙拿出事发前 阿柳发给自己老公的 几条肉麻短信 我老公现在自审离婚了 如果你老婆不在家的话 打个电话给我好吗 好家伙 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关心 之后 记者走访了附近的情报组织 了解到 吴某是个赌狗 嗜赌成性 入不敷出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两口子这次就是为了讹钱 最后 记者重新询问了阿柳 这次 她的说法从强行 改成了不清楚 犹豫了一下 又称没有发生关系 真相大白 老胡插着腿 躺在病床上 虽然已经脱离了危险期 但还是一脸愁容 对未来很是担忧 妻子无奈又无语 还能怎么办呢 当然是原谅了 以后小孩肯定是很大影响的 她老公肯定也觉得非常的丢人了 而且现在都是傻傻的 我现在骂她也不忍心 为什么 现在还在调养 如果能骂她打扫她又闪不开了 怎么办 睡了朋友期 赔了命根子 活该 在这边